畫面中可以看到數千名參賽者 身穿泳衣在水裡奮力向前游 不僅要游泳還要騎自行車和跑步 這是花蓮太平洋杯回藍鐵人三項錦標賽 22號凌晨5點半在鯉魚潭風景區正式開跑 今年邁入第四年 吸引來自國內外上千名選手們熱情參與 他們要完成游泳自行車跑步全能運動 台灣第一位完成白場鐵人賽的白鐵造婦 賴小春表示 鯉魚潭的環境非常適合舉辦鐵人三項賽 在湖泊游泳不僅美不深收更具安全性 沿著鯉魚潭周邊道路進行單車和跑步 坡度和長度都是一大挑戰 絲毫不遜色國際間其他知名的賽事場地 這一次選手們以鐵人精神作為對花蓮的祝福 透過各系列活動也讓全世界看見花蓮的美麗風光 和人民堅韌的精神